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穷途陌路的马克只好先去银行把仅有的300取出来 当天银行系统故障 工作人员问马克账号里还有多少钱 打算直接给他 被问到的那一刻 马克满脑子都是房租 他魁使神差的说了句 800 就这样 这世界上的第一个谎言诞生了 工作人员果然给了他800 从此 马克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非常激动的想要告诉世人这一伟大的发现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谎言这个词 不管他跟别人怎么解释 别人都听不懂 他不相信 在大街上找了一个大美女 跟他说 如果你不马上跟我发生关系 地球就会爆炸 美女马上就拉着他来到宾馆 要拯救地球 他看着这个智障一样的女人 突然意识到 这也是一种超能力 于是 他通过撒谎 在赌场赢了很多钱 还瞎编了一个脑洞大开的剧本 拿去公司 引起公司的沸腾 领导非常看好这个剧本 马克就这样靠着谎言 迎来了事业和金钱的双分手 他再次约了安娜 安娜希望自己的后代有良好的基因 不能是马克那样的矮胖子 可惜谎言能为马克带来一切 却带不来爱慕的女神 火不担心 马克的妈妈病重了 妈妈十分害怕死后的世界 为了让妈妈安心 她说死后是一个幸福的世界 在那里会感受到平静和安详 人们也会变得年轻而充满活力 一旁听到这话的医生和护士们 都惊呆了 母亲病逝后 安娜陪马克度过了难受的一夜 第二天醒来 全是都因为马克的话沸腾了 人们向他家涌来 询问关于死后的世界 眼看着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马克只能撒一个更大的谎 他编造了神的存在 告诉人们只要行善 死后就会进去天堂 那是一个永恒幸福的地方 但如果做了坏事 死后就会下地狱 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人们都相信了这段对话 马克也因此名利双收 他成了神的代言人 安娜虽然也很喜欢他 但还是不能接受他的略知基因 他跟一个帅气的男人约会了 马克受到沉重的打击 躲在家里一蹶不振 安娜过来找他 送来了结婚请帖 马克在朋友的鼓励下 收拾好自己参加了婚礼 在最后一刻 他终于忍不住站出来阻止 他告诉安娜 婚姻重要的不是基因 而是两个人在一起 能不能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安娜问他 这是神的旨意吗 马克很想说是 但是他不想骗他 默默走掉了 安娜却追了出来 他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了安娜 虽然安娜也一样不能理解 但是他却知道 马克没有对自己撒谎 他终于明白了 自己到底要什么 好了 本期的貂蝉聊电影就到这里了 你看都看完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